不要动!开枪了!开枪了! 冲中了!冲中了!冲中! 画面上可以看到嫌犯不离远警拦检跟企图开车冲撞 内户分局侦办一起虚拟货币诈骗案件 趁着被害人与诈骗集团车手面交现金100万时 进行监控准备逮人 没想到嫌犯突然开车逃逸 甚至在港前路一处叫站前冲撞一旁自小客车 与其警用机车前往围捕的远警 远警虽然朝左前轮连开两枪阻止 嫌犯仍趁乱逃逸 25日因侦犯诈骑案件 被害人与诈骗车手预计面交新台币100万元 私于内户路二段某超商门口与犯贤对话 专案人员见状立即上前出示证件表明身份 犯贤随即驾车逃逸 立即启动蓝捷围捕 于10时42分 警员王玉群于内户区港前路250号前拦查该车 为期拒检逃逸并冲撞名车及远警警用机车 王玉遂朝该车左前轮击发两枪后仍逃逸 现场无人伤亡 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 积极侦办 警方调查刑犯一路开车上国道南下后 将犯案车辆弃置置在桃园市阳梅兴隆街后 徒步逃逸 警方已经锁定车手身份持续追忌中 针对假投资诈骗案 警方发现近期诈骗集团收款方式 似乎又从诱骗被案人汇款层层转账 以躲避查契的方式 改回派车手直接向被案人取款 估计近期有超过五成的诈骗案件 都是以类似手法作案 记者张气腾台北报道